为了确保外国车主 遵守我国的交通规则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宣布 从10月1号开始 将会向那些 从新加坡入境大马的车辆 全面实行外国车辆入境准证 VEP措施 日后如果有车主违规 必须缴清交通罚款 才能够出警 陆兆福今天在部门 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66GHG7条文 任何在我国道路上行驶 但却不具VEP的外国车辆 都属于犯法行为 一旦罪程 司机可被判处罚款最高2000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6个月 因此他促请所有外国车辆 立刻注册、安装和激活RFID VEP标贴 以免进出大马时面对困境 每个标贴受教为10令吉 时效75年 当局会把标贴直接寄送给用户 申请者无需特地前来我国申请 我们贴用户的 我们贴用户的 10令吉 我们贴用户的 10令吉 5年 5年 陆赵福还说 其实VEP措施早在2019年已经落实 不过当时因技术问题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迟迟没有执法 根据目前的记录 只有大约7万辆的新加坡注册车辆 已经注册和激活VEP标贴 另外的20万辆则还没有这么做 部长还说 VEP生效后 也方便执法单位追踪这些外国车辆 一旦车主违法并且持有船票 当局也会让车主缴付船票后 才获准出境 我国政府同时也有意拓展VEP至马太边境 有近于此交通部邀请任何感兴趣 以及符合资格的一方提出建议 让陆路交通局开发和操作有关系统 马青车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